桃園中立有妈妈一时搞错了车子的使用方式 没有拿遥控器就下车 准备到另一侧抱一岁的儿子 结果车子突然上锁 眼看秋老虎发威 艳阳高照 吓得报警求救 警方一到现场立刻破窗 救出了小难头 天气炎热秋老虎发威 远警干地停车场拿警棍破坏车窗 因为有妈妈报案 车子自动上锁了 而一岁儿子就在车内 费了一番功夫终于击碎车窗 消防员也到场 协助排除碎玻璃 顺利打开车门 结束一场虚惊 事发在桃圆市中立区延平路 一处医院停车场 王姓母亲说 真的不是故意独留儿子在车上 而是他停好车后 要到车子另一侧抱孩子 结果继承家里 另一台车的操作方式 没带遥控器下车 门一关上 车子自动上锁 在车上 基本上车门是根本不会上锁 人为因素会比较多 还是让个中控系统故障 若车内有幼童 一定要将车辆遥控器 钥匙随身携带 避免遭反手或衍生其他危险 有消社师傅说 遥控器放车内 正常来说 车子不太可能会上锁 虽然这位妈妈不是故意的 但警方还是提醒民众 如果将六岁以下 或特别需要看护的儿童 单独留置于车内 可处以三千元罚还 还要上四小时的倒交奖息 记得林祝强桃源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